这次我们去位于上海松江的广复林文化遗址 这里有座埋在水下的博物馆 很值得一看 到这里我们可以乘坐地铁再倒公交 附近就是大学城 交通比较便利 从南门进来以后 可以先在园区左侧区域逛一逛 这片区域有一种古代与现代结合的感觉 有很多反古的建筑 其中很多建筑明明是现代的 却又处处彰显古典特色 就连这运河边也是古典与现代的融合 之后向东侧走 我们来到了枝野蝉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寺院内的梅花现在都开了 十分雅致 金色的楼阁和后面的广复林文化馆遥相呼应 那些位于水下的建筑 就是广复林文化馆 需要单独购票才可以进入 广复林文化 居今有大约四千年 它的发现 证明上海是一个有着深厚底蕴的城市 穿过这里之后向北走 这里多数为自然景观 成片的油菜田 路两侧的梅花 还有这座像蚂蚁窝一样的广复林考古展示馆 西侧这一排楼也很有特色 是度假区 不过好像还没有再使用 总体来讲 广复林遗址公园里 囊括了古典和现代的各色建筑 还有优美的自然环境 展馆里有各类历史文物 是很值得来一次的